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響編輯部的節目 今天有個新西蘭的義德台洋 節目開始之前,希望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 請記得訂閱了網響編輯部 正向步和曬冷氣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今節還想跟大家分享兩則新聞 第一則是關於英國一名大學生 未畢業的這個大學生 但這個大學生非常支援 他這個人很喜歡去一些奇怪怪的地方 他說他自己不喜歡去什麼倫敦、巴黎、西班牙 這些那麼悶的地方 這些地方太悶,沒有什麼挑戰性 他就很喜歡去一些又危險又奇怪的地方 正因為這樣,他在今年的暑假時候 在網上在Google找 輸入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 輸入之後 就出了結果就是阿富汗 然後呢 他就去阿富汗旅行 本來呢 他就訂了機票 在2021年5月就去的 不過 因為某些原因 沒有辦法在5月成行 最後呢 就選了在8月13日 星期五 他就從土耳其 飛到阿富汗 為什麼會去到8月13日呢 原來呢 他因為機票買了就沒得退款 沒得退款就被迫著去 正因為這樣 也都因為不想浪費了筆錢 所以就去了阿富汗了 8月13日星期五 去到阿富汗的克布爾 他的計劃呢 本來就在8月19日 就從克布爾飛走的 意思就是他打算去幾天的 他打算去幾天 不怕的 雖然是這樣 英國外交部早就警告過國民 不要去阿富汗的了 但是他就不聽 照去 他當初也都認為 塔利班沒那麼快來的 為什麼呢 都是多得 一些美國媒體就說 因為根據美國官員的預測 塔利班就需要30日左右 才能夠進入到克布爾 也都需要90日 才能夠佔領整個城市 誰不知 整件事真是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塔利班不費吹灰之力 沒有任何衝突情況下 就佔領了克布爾 當克布爾落入塔利班手中的時候 他就自驚 自驚了 當知道自己被困在克布爾的時候 他嘗試去向當地的英國大使館求助 不過大家都知道 英國的大使館裡面的人已經走了 完全暫停服務 正因為這樣 他又竟然上網求救 他當初覺得阿富汗應該不是那麼危險 而且美國都說 一個月之後才淪陷 他走之前 就想著塔利班未來之前都已經走了 還有 他在Youtube看過別人的旅遊影片 所以他就認為去阿富汗應該不是那麼差 就算最差最差 最多就是吃錯東西肚腸 好了 但是呢 當在塔利班成功進入克布爾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自驚了 那他做什麼呢 他也是上網開Twitch做直播 做直播說什麼呢 他說當我們的情況很差很差 我看到街上都有一些屍體 他覺得他這次應該 沒命離開這個國家 還有他也說 我相信 這個是上帝給我的考驗來的 不過他又很幸運 他在星期日的時候 他去了聯合國的一個安全屋 他去的時候 也都遇到這些武裝分子的盤問 盤問員就問他你去哪裡 你哪裡來的 他就說他自己來自英國的威爾斯 不過那個盤問那個位武裝分子 都不知道他說什麼 正因為這樣就放走他 那麼他也都試過 嘗試打電話給英國大使館 但是大使館是人都知道 早就走了 裡面的人 根本就沒有人辦公的 他覺得非常絕望 覺得好像被世人所遺棄一樣 現在呢 他就住在聯合國的安全屋內 而這個安全屋裡面有 英國美國土耳其在內約50人的 那就是沒有被人遺棄 還有不少的外國人都陪他 當他在直播的時候 說了他的問題出來 很多人很支持他 希望幫他籌錢 令到他脫困 而他也都在Facebook上述文 感謝各方好友的善意 他就收到約200多則的訊息 另外他也都在網上回覆了人 他說在安全屋裡面很安全 不過阿富汗人的情況就很差很差 同時他在網上也都請求大家幫忙祈禱 事實上呢 他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 他是信天主教的 那麼他也都隨即 將十字架掛在身上 以及每20分鐘都祈禱 可想而知 他是要害怕 非常之害怕 遇到塔利班 事實上 我們生活在這些先進的國家的人 你很難去想像 阿富汗的情境實在是怎樣的 不過 有時候人就是這麼壞的了 真是不見棺材 不流眼淚的 他說他在街上 見到有不少屍體 覺得很恐怖 覺得這個國家 好像被人遺忘一樣 而事實上 他那個情況 到目前為止也都不是那麼差 至少有個安全屋給他躲起來 相比起其他的阿富汗人 尤其是帶著他周圍走 那位導遊 那位導遊 他自己都很擔心他的家人 但是那位導遊也都很幫到他 他覺得感到非常之不好意思 簡直就無以為報 也都因為這樣 網上有人知道這件事 希望可以籌款幫助他 脫困 不過 也都有人質問這個人 質疑這個人 質疑這個人 說他是什麼 是一位 災難遊客 逢是有災難的地方 才會去的 其實他這次不是第一次去一些奇奇怪怪 又危險的地方 對上一次 他是去 在2019年去過次爾諾貝爾 次爾諾貝爾 就是當年次爾諾貝爾 是電廠大爆炸發生的地方 而且他亦都在網上吹水 說自己收買了當地一名保安 同時令到能夠被他保留 他偷回來的一個防毒面具 後來他將這個防毒面具 放上網出售 而且成功以高價出售了這個防毒面具 而且這個價錢 據他自己說 還可以補充 補充他成份的旅費 這個人可能 這樣可能賺到錢 吃過一尋味 還有他去一些危險的地方 也都吸引到不少關注 所以他這次就這麼膽操操 一個人去阿富汗旅行 他又想不到 那麽短時間 塔利班就來了 塔利班來了 所有的航空都沒有了 都停駛 那你目前就困在阿富汗首都 赫布爾 走不動 走不掉 之後會怎樣呢 他能不能夠放得出來 我個人認為他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目前現在 都叫做找到一個地方落腳 而現在就只能夠等待局勢 再穩定一點的時候 這個人才可以離開 哈哈 有時沙撲起來 真的什麼都敢死 講到這裏 我想講第二則新聞 就是關於 一位阿富汗首位女市長 這位女市長 是在2018年的時候 成功當選 這個叫做達克省首府萬丹城市長 是全國首位的女市長 不過塔利班早就說過要處決她 這個女孩能現善變 亦都是知書識禮的人 而且她也算是當地一位 有政治影響力的女性 而且在她先前亦遇過三次暗殺 不過都未成功 而且很不幸 她爸爸在去年的11月15日被人暗殺 現在塔利班成功推翻阿富汗政府 她感到可謂絕望一樣 自從美軍撤軍之後 阿富汗就冰白如山倒 塔利班已經佔領了赫布爾 現在這位阿富汗最年輕的市長 不過她說她自己覺得現在就好像等死一樣 她爸爸也是被殺死 現在就等塔利班找上門 過往塔利班是多次說過要搞定她的 再加上她作為一位女性 而且也是具有政治影響力的 所以我相信她是在塔利班的清算名單內 更加諷刺的是三個禮拜前 這位女性叫做加法里 三個禮拜前她說 她對阿富汗很有信心 想不到三個禮拜後 塔利班已經來到門口 已經成功推翻了目前阿富汗的前政府 前朝跨台 阿富汗總統 前總統 現在不是叫總統 叫前總統加利 就已經搭飛機走了 她就好像覺得被人遺棄了一樣 現在就等待被人宰殺一樣 她亦都說 我只能夠坐在這裡等她們來 沒有人能夠幫到她和她的家人 現在有成千上萬的家庭 就在阿富汗全國各地 去到克布爾避難 但是今時今日連克布爾都已經陷落了 很多這些來避難的家庭 就只好回到他們的原居地 接受塔利班的統治 不過也有另一邊的聲音 塔利班的發言人 賈希德 就在前天說過 他說婦女和反對派人士的生命獲得保障 他們會卸面過去他們 在阿富汗政府工作的人 說他們的生命和財產都不會受到威脅 他這樣說你相信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 我覺得 一個極端組織會不會突然變得溫和呢 這個絕對不可能的 不過聽到他們來 還嚇到腳震嗎 阿富汗人清清楚楚知道塔利班是一個什麼組織 尤其是在這些大城市找食打工 還有讀書的人 成長的人 聽到塔利班真是雞一腳走的 所以大家也都看到 目前在各大傳媒都流傳著一幅相 就是一架美軍的軍機 正在起飛的時候 有大批的人爬上去他那架機 那架機 都很害怕 都很想走的 不過 這位女市長 會不會被人找到呢 我相信 十成都會被人找到出來 又或者他能不能成功離開 如果他成功離開到阿富汗呢 那就還有一線生機 但以目前來看 這個機會就很美 至於 在我本節節目的圖片的左手邊 這位英國大學生 我相信 他又會成功離開阿富汗的 只不過 就嚇到飆尿了 被今次的事件 那好吧 關於這兩則新聞 就講到這為止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 拜拜